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是真的是很强 只说你看今天最多也涨了80点 可是中场是小涨37点 OTC表现比较整齐 就是开高震荡走高 那大盘在这里我们讲过 昨天大盘的高点 有突破过去这四天的高点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见 我们再放大一点 昨天大盘的高点 有越过过去这四天的高点 那今天还是一样有过高 所以在这里技术面交代了这个缺口 回补之后 回补缺口之后 然后用过高 然后今天再往上 再垫高 这个所以这个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不好好做 OTC的部分 虽然昨天相对上比加权要来的弱 可是人家今天也开始往上垫高 也逼近了这个233点 那这个高点是OTC14年来的高点 所以结论就是 这个盘 我们再讲一次 这个盘事实上来讲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去撑着这个盘 那一万八我认为 带量 再攻击一下 一万八不会是问题 OTC的部分 我说更不用讲 OTC现在是准备挑战238点 那个长期大景线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还是一样重点在选股票 重点在选股票 来 其实有的时候我跟各位也讲 股票不是我不给你 而是我给了你之后 第一个 你不见得敢跟 第二个 你跟了 你可能跟不上 我们举几个例子 你说像这个泰鼎 我先前买了 买了之后我讲 遭到错杀 业内主力在里面上下起手 隔日松券商在里面上下起手 但是我讲 基本面重新回到上涨的趋势 那这档股票 我说下周会创新高 4927太平 对不对 那我坐在这里 其实我公开跟各位也讲 礼拜只有长红 直接拉到涨停板 你开盘你一定不相信 老师啊 开盘没什么涨 身材一度翻黑 对不对 那你一定是怎么样 你一定是看到这里 往上攻了 往上攻了 准备要创新高了 你才去买 那你跟我落后多少 不止一天呢 对不对 你跟我的客户落后多少 落后很多啊 恭喜4927太平 工上涨停板 118.5元 请各位卖半数获利入单 我跟你讲 你们老师 只会在跌的时候 卖股票 涨停板绝对 不会叫你卖股票 你信不信 那我讲 现在的操作不一样 我敢公开 你敢不敢跟 我公开了 你跟得上吗 我说过高不要追 涨停不要锁 你不卖都没有关系 你不卖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需要今天去 过高再去追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应该投信 我说我这天买的 投信 买完之后 投信也被修理 也被修理 可是我说这个量 缩得很漂亮 我说量缩得很漂亮 上去 量缩得很漂亮 投信的筹码 有没有松动 各位自己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小福调节了 一个几十张而已 他这边一口气买了多少 买了2680张 2000多张 隔天再买270 然后后来就被调节个200 180 180 等于是小麦 所以投信也被套住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当投信重新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很快要赚钱了 是不是 那我选的怎么样 我这天给你公开 我说下周会创新高 我说下周会创新高 隔天礼拜一涨停板 先出半数 昨天再出半数 就是我公开了给你了 你跟得上吗 不要说敢不敢跟 你跟得上吗 这个盘真的是不好做 我跟各位讲 来 这个国术 我跟你讲 隔天震荡震荡整理 给你大拉 大拉很多人都去追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隔日冲的 这隔日冲的 冲的要跑的 这边拉是拉给你看的 不拉你怎么会注意到呢 不拉给你 你怎么会看到那是红K呢 那前一天拉 拉完之后对不对 隔天拉上去 要怎么样 他就跑 那你当天去买 请问你 你带着你的会员 当天去买 你会走吗 你不会走啦 可是你如果之前买的呢 你隔日冲券商 你走 我走得比你更快 我全速获利入带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人生是这样子嘛 先相信后看见 你相信宇哥带着你赚钱 你相信就会拥有这个机会 你不相信 你只是看 老师啊 你的股票不错 那我试试看 反正我看电视 对不对 我把它抄下来 我告诉你 我拍胸脯跟你讲 保证你跟不上 为什么 你一定跟不上 因为有太多人都是这样 死多头了 这边看了买 那边看了买 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有行情乱追 每次赚 赚 跑 跑掉的比赚还要多 赚 赚一点点 结果呢 没行情杀下来 没行情乱停损 我说我持股 一定集中带进 一定带出啊 我跟你讲 不要去追掌停板啊 掌停不要锁 过高不要追 有没有 亲爱的观众朋友 对不对 那我国售卖掉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来买续软 我公开给你啊 我买完 告诉你 跳空方式突破 有没有 量也出来了 而且这个量 说的很漂亮 量说的很漂亮 那这个量 不是那种 报大量 短线要跑 不是 它是换手量 因为它是用长虹 长虹方式 带量 跳空突破 这是一个 攻击讯号 所以这个是要买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量是要买的 那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第一次过高 它做换手 所以一上去过高 这有当冲的 然后下来怎么样 量说 说的很漂亮 然后这边用长虹 直接交代 就去买 那我说把国售卖掉 国售卖掉怎么样 资产股票 我们锁定了 那你资金 是不是就很活了 你国售卖掉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国售卖掉啊 你就有钱啦 虚软就有钱买啦 对不对 礼拜四买完跟你讲嘛 我把它遮住嘛 我把它盖住嘛 我说这张股票刚刚开始嘛 礼拜一在涨停 昨天我跟你讲 收钱啊 收钱什么意思 放口袋了嘛 对不对 昨天人家怀疑嘛 老师啊 这个旭啊 还会不会涨啊 我说还是那句话 我敢公开 我不怕你跟 我怕你跟不上 我敢公开 我怕你不敢赚 老师啊 那你昨天为什么走掉 简单嘛 你第二次再出大量的时候 先走一趟再说嘛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那昨天我为什么要走 出大量 过高出大量 流上引线 当然先走一趟嘛 所以太鼎涨停板 获利出半数 隔一天全部出清 续软 跟你讲 刚刚开始 买完 涨停 再涨停 出掉 我敢公开的啊 你敢跟的都大赚 你第一天 你第一天时间 你跟着我买人 那没有话讲嘛 那你第二天你敢买 你也赚 对不对 但问题是呢 你昨天如果没有跑呢 你昨天如果没有跑呢 你懂我意思吗 我买在这里啊 整理 涨停 出掉 下来 为什么出掉 报大量 先走一趟 这个都公开 跟各位讲的 有很多股票 我们都 之前都公开 跟各位说的 比如说像这3691的 缩合就好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 又强了 我说我们前面买的 买在这个地方 让它整理整理 那这一天 对不对 公投结束啦 郭台铭先生说缺电啦 所以呢 全市场 一欧风跑去买太阳能 那我告诉我的客户 缩合跳空大涨 200块钱 突破了 会有压力 先卖一趟 卖完 收黑 昨天在 say 你说老师缩合很强啊 今天又涨上来了 没错啊 今天缩合最高涨到 我们卖的价位啦 199吃到饱啊 今天最高 但问题是 你是看着他 今天反弹 还是已经先把钱 赚了放在口袋里面 你涨停板的股票 你没有获利入带 或甚至你没有买 有用吗 有用吗 所以有些股票 我是常跟各位讲 你看 台胜科 我买261 所以我不会被洗掉 我认凭你震荡 对不对 我买在这里嘛 我买在这里嘛 这不是震荡震荡吗 随时都创高啊 那你有没有跟 你跟了有没有赚 我再举个例子 好不好 杨明光这边压回 看到没有 投信的筹码不离不弃啊 这边已经回不去了 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投信员平均是买 大概在这里啊 这边怎么样 又买又大买 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 移上去给你看 投信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就算就算投信当天 买最低123块钱 你今天下去买 都比他便宜 你看见没有 投信这天买的 我敢公开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本来市场上面 现在操作难度都比较高 真的比较高 所以有些股票 当然 有些股票 不是说现在我不跟你介绍 我随便举例嘛 这个冒达 这当然押回再买嘛 这个创围 也是一样啊 他在这里整理嘛 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去追 你追就被修理 你追就被修理 追就被修理 你看到没有 这些股票 都是一样嘛 所以我讲 在这里操作 其实难度上是非常高一点 但是 我认为有本质的股票 你不用担心 我们休息啊 进入广告 好 马上回来 来 机会是在自己手上的 所以很多人通常在看节目 都是这样子 这个老师好像不错 所以我先看看他的节目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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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都怎么样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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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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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你能够有几次机会 位数六天六根涨停板 我敢公开跟你讲嘛 连续六天涨停板 后来隔天被分盘交易 把股票卖掉嘛 可是我扎扎实实的 六根涨停板 笑纳在口袋里面呢 我虽然没有卖到最高 可是我卖 我卖得非常爽快啊 非常开心啊 对不对 大家都说那还没下一支 有啊 怎么没有呢 对不对 圣达科 很强耶 圣达科很强耶 他真的很强 那今天还有双新高 今天还有双新高 非常强 那再来呢 12月呢 赤金 赤金多强啊 你看到没有 他被分盘耶 20分钟一盘耶 我现在找机会 把他买回来 你知道意思吗 强不强 随时要过高的耶 那其实 你像这些股票 你像这些股票 圣达科今天创新高嘛 今天创新高嘛 我讲赚两块九毛三啊 营业率11% 11月做了1亿8千万 这业外比例45% 业外比例54% 25% 营业率只有11% 没错啊 没错啊 营业率11% 算是不错 是创新高啊 但问题是 股价今天涨了229块钱呢 那你看这个瑞特 有没有 你看这个瑞特 随时创高耶 他这也被分盘啊 但是五分钟一盘 五分钟一盘 多少钱 90块钱 90块钱 那你看 赚两块三毛二 8200万 营业率13% 我们看 生达科 3491 赚两块九毛三 营业率11.41% 1亿8千万营收 港头家你看到没有 生达科 董事长 陈淑敏 瑞特 陈淑敏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同集团的 那不管是200多块的 生达科 今天涨到229块钱 还是瑞特 今天呢 最高来到90块钱 他们的趋势 其实都一样 低轨卫星的 那我要你看的是全训 我认为他有资格 跟生达科比较 因为明年全训 我认为他有资格上看7块钱 而且投信前面买了一陀拉库 你们再看一下 瑞特 法人没有 法人没有 但是我有 我有 好我们先把全训讲完 我们先把全训讲完 来 买一堆 投信买一堆 你再看圣达科 投信零零星星买一些 可是你看全训 这段时间平均成本 好 等一下 好 没关系 来 你用肉眼看就好 来 这边大买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这辆大买在哪里 在这里 这边呢 在哪里 这边投信买在哪里 全部都在 今天的收盘价之上 也就是说 投信这边买的 你现在去买 都比投信便宜 31.83毛利率 盈利率 就跟各位讲了 时间的关系了 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太顶 蓄软 你没有跟上的呢 这档股票 有机会 明天跟着我们进场布局 打电话进来 资料准备好 这档股票跟我们 同步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